口诀 什么口诀 打炮还要念口诀吗 这意大利炮在发射炮弹前只要念了口诀 随随便便就能把一座城楼轰城炸 我走 今天又捡了个宝贝 贤弟你真是个火宝啊 你快说这口诀是什么 李哥 一会告诉你这口诀 我怕你控制不住喊出来 直接就开火了 这炮弹可真跪着呢 只有事发 哦 那得省着点用 不能走火呀 贤弟 你那有没有炮和炮弹的图纸啊 我想把它献给陛下 等陛下征服四海的时候 先用炮轰一轰 省得我们大唐兄弟白白送命啊 老李 你真是摸头我了呀 但是大唐的工艺暂时造不出这意大利炮 这是红一大炮的图纸 老李 这玩意要是用好了 以后哪个国家敢挡大唐的马蹄 就让陛下用这玩意敲开他们的锅门 这玩意可是关乎无数大唐兄弟的心理 就算让公布拼的命也要造出来 贤弟呀 这意大利炮怎么用啊 老李呀 先这样 再那样就可以开火了 哦 原来是先这样再那样啊 懂了懂了 那口诀呢 你放心 我一定控制住自己 我就说一遍 你可得记牢了 二营长 走 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 这口诀也太霸气了吧 二营长 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 给老子拉上来 二营长 李二一遍一遍被口诀 生怕忘记了 真要成为大唐第一个大唐的来人 真要成为大唐炮王 虽然只有十发炮弹 但为了防止以后出错 李二还是舍不得的决定是打一发 魏国公 陛下西山有请 西山 李静心里一礼 爬山从来都没好事啊 陛下请您去观摩他打吧 就等您啊 陛下 这是炮 对 一打利炮 这玩意儿比手榴弹还厉害 一发就能炸死一片 什么 李静头皮发麻 手榴弹的威力他可是亲眼见过的 陛下 您就给俺老城打一炮吧 是啊 陛下您就打一炮吧 哈哈 好吧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阵 这大唐第一炮王的神威 陛下 您贵为天子 应该是大唐第一炮王才对 防玄灵一记马屁送上去 让李二心花怒发 这装十三的感觉真好啊 怪不得贤弟老在我面前装呢 防爱卿 还是你懂朕啊 众位爱卿 看到前面的那块巨石没有 朕这一炮的目标就是他 众位爱卿 看朕神威 二长 走 你他两个意大利炮呢 陛下 您怎么说脏话呢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这等仙气每次使用都要念咒语 不然不会成功的 原来如此 这仙气果然与众不同 先这样 再那样 卧槽 真是仙气 太恐怖了 贤弟果然没骗我呀 太吓人了 要是突然给敌人来上一炮 以后工程还上什么城墙啊 直接就进城了 可惜呀 只有十发炮弹 刚才我还用了一颗 严厉本 这一炮能不能仿制出来 惠笔下 陈玉盾 恐怕造不出这意大利炮 就练着炮弹 打烫的技术都造不出来 这意大利炮造不出来没关系 你看这个铜炮能不能造出来 这铜炮造起来简单些 就一个炮管 陛下 这铜炮我们倒是可以造出来 不过就是太费痛了 不就是钱嘛 要多少给多少 这铜炮必须多多益善 喂 国公 这意大利炮我可就交给你了 你可得把它用在刀刃上 陈子们 试完炮 狄二与众大臣美滋滋的一起离开西山 老陈啊 你家儿子在贤弟那里表现不错呀 陛下 这大儿子跟着您的贤弟 我很放心 可我那二儿子还在辽东骂苦汗之地 也不知道怎么样啊 陈丹兴他 老陈 你这二儿子我很看好 在辽东一定会给朕种出一片惊喜的 将军 我们这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百费 面前这几十亩地的庄稼都快要成熟了 这辽东果然是一个好地方 有了这片宝地 我们大唐的粮食就不用愁了 贝伦 这白宁海峡的位置你可派人找到了 回将军 下官不负众望 这百令海峡的位置三天前已经找到 要是陛下能穿过百令海峡 入竹北美洲这一五主宝地 你可是手工啊 哪里来的马蹄生 这不像是大唐骑兵啊